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大概是15分钟 怨恨的英文字是源自拉丁语 它原本的意思是再次去感受 我们每一个人都曾有过怨恨情绪 对过去的伤害紧抓不放 这是非常痛苦的经验 当你紧紧抓住伤害不放 那个痛苦的感觉就会不断重复出现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 怨恨感可以让自己将来不再受到伤害 但是如果你能够宽恕原谅 你的心就会多出一些空间 让爱与慈悲可以在那里生根 练习宽恕可以帮助你放下过去的痛苦 让你的心与意识都得到自由 以下是练习步骤 第一步 找到一个舒服的静坐冥想姿势 让自己的身体开始慢慢升起温柔的感觉 查觉你的身体上是不是有哪些地方觉得不舒服或是紧绷 试着将它放松 第二步 心里面想着一个你怨恨的人 如果你是第一次做这个练习 请不要选择你对它有强烈恨意的人 一开始先不要挑那么困难的 先从比较容易的开始 感受你心里面那个受伤的感觉 以及为什么你对它有恨意 第三步 在心里升起一个意念 你要培养一颗包容慈悲的心 如果你的心有所抗拒 也好好关照这个抗拒 不要把它压下去 给自己一点时间 不要强迫自己 第四步 接着 开始送出宽恕的话语 尽可能让自己进入这些话语的感受之中 放慢速度 在心里默默说出这句话 用你自己的节奏 在每一次吐气的同时 说出这句话 可能会有点帮助 或是间隔每一次吐气的时间 说一句 你可以使用以下这些例句 我原谅你 或是 此刻 此刻我尽我所能试着原谅你 愿我释放掉心中的这份痛苦 让它自由 第五步 这样持续做六或七分钟 然后把这些句子放掉 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你正知道 你正知道 你也曾经伤害过别人 你不需要去回想你曾经对别人的伤害 只要承认自己确实也曾为别人带来难题 无论你是不是有意的 心里想着一个曾经被你伤害的人 然后开始说出以下这些句子 请这个人原谅你 如果我曾经对你造成任何伤害 请你原谅我 希望你在心里能够找到一个空间来原谅我 愿你能彼此原谅 第六步 这样做五分钟 然后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的身体上 做几分钟深呼吸 把觉知意识全部放在呼吸上 然后张开眼睛 在做宽恕练习时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这样很弱 而且将来可能会因此受伤 宽恕不是要你接受某人回到你的生活中 让他们再次伤害你 或是觉得别人可以来伤害你 也没关系 并不是这样 你可以放下怨恨 同时保有自己的界限 宽恕的心是出于对自己慈悲关心 而设定界限 而充满怨恨的心 则是出于恐惧而设定边界 这是今天的正念练习分享 帮助你活在当下每一刻 为情绪按下暂停键 减轻压力 找回平静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你生命充满自由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